他不甘平凡 非要干一件大事 用仅有的十万元 且动要三百万元 才能做的生意 我干了我就想干大了 他清净身家 不惜负债累累 在这么冲动的情况下 都没有去除了 能不能后悔一遍 他的做法 让亲大哥极度失望 你们别叫我叫哥了 我也不想赢你们的地铁和美女 看一条道走到黑的他 将如何创造财富传奇 欢迎收看致富经 姚伟曾经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只有十万元的存款 2012年 他看上了家乡的草莓 非要投资三百万 做这门生意 闹得全家是翻天覆地 他打破当地猫冬的传统 在冰天雪地里创下传奇 创业五年就带动 当地七十多农户致富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此时此刻 姚伟正在通过 致富经官方微信 与网友进行互动直播 大家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经官方微信 您将有机会收到 姚伟为您提供的礼品 记者来到姚伟的 种植基地采访时 姚伟正在给客户 做一个实验 摔草莓 我们要本身呢 它是非常脆弱的东西 它是在约束的过程中 经常初见损毁 但是打到这种包装以后 如果发生碰撞了 它摔不坏 它说摔不坏 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 你信吗 我不信 因为草莓那么脆弱 皮那么薄 它怎么能那个 对呀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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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它可以说 是也没 对不对 好 我现在给抱扫 抱扫 然后我打得最长 我快记得要走 然后想你们吃吃弹 摔一下吃吃弹 它要摔坏怎么办 摔毁 摔毁给大家吃 这么嫩的草莓 稍受挤压就会坏掉 怎么可能摔不坏呢 我不希望摔毁 是吗 摔毁 摔毁 摔毁不了了 对不起 摔毁了就 我感觉草莓好可怜 虽然这次实验 涉及到今后的生意 但是真让这位客户去摔 他还是有点下不了手 摔毁 我有点害怕 没事 你摔吧 真的放心 摔毁 我来 来吧 摔毁 看到客户这样的动作 摇毁觉得 没达到效果 刚才他们摔的 你觉得不行吗 摔得太温柔了 你再来一下 看到姚伟自信满满 开始还在担心的孩子们 来了劲 把装着草莓的包装 草莓当球打 这么柔力 他还能活吗 能活 这样的实验 开了吗 没有 没有 没事 这个是两串 硬巴巴的 硬巴巴的 追不了 没睡 没睡 太短了 这样的实验 姚伟做了无数次 通过这个方法 他将合作社 400亩大棚的草莓 销往全国各地 带动了70多户农民 种草莓致富 他也成为当地 响当当的草莓达人 可谁能想到 当初姚伟创业 种草莓时 不但不被人看好 还将家里 闹得天翻地覆 姚伟是辽宁省 东港市人 做过服装 开过网吧 干得最长的 就是开出租车 然而2012年5月 他突然像中了鞋一样 告诉全家人 自己要干一件大事 就是这件事 让原本非常和谐的家庭 硝烟似奇 我说你党内太大了 他又不知道 自己有多大能耐了 甚至都想上去 揍他一顿 姚伟铁了心 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甚至要把唯一的住房 也抵押了 咱爸没有钱 他得要抵押房子 你说万一赔了 你说住在哪呀 怎么办的 就各种话都讲了 他就是不听 姚伟全部积蓄 只有10万元 唯一的房子 只能抵押20万元 对于他要做的那件事 只是杯水车薪 于是姚伟找到了 最疼他的二姐 我把房秘迪亚 帮他 我说一心里话 我疼阿迪迪 比疼阿迪都疼 既然你想干 你什么都不用想 赔了 就这样你赔了 没关系 花手回来 只要咋活有一口气 咋这样冲呢 我作为家里长子 你看看 你们弄的事 我要是反对的话 你们应该听听我 我当时真的说心里话 你们要是要干的话 我是一点我都不支持 不顾大哥的强烈反对 二姐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还说服大嫂 将大哥的房子 也偷偷抵押了出去 大哥知道后 暴跳如雷 你们现在根本就不需要 我这个长子 在家里就是老大的 手画的分量 说你们别叫我叫哥了 我也不想 赢你们的第一个妹妹了 原来姚伟想转行 种植草莓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是只有十万元存款的他 却想投资三百万元 做这个生意 这一件事才是引发矛盾的焦点 毕竟他虽说还小 资金投资这么大 而且怎么心里都没有底 一旦也说赔进去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能可以说 很难翻身了 面对大哥的质疑 姚伟却有自己的想法 朋友曾经有过那样经历 就说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因为怕赔没干了 没干成 如果说这要是甜甜那么样 就像有一句话说的 怎么夜里想起千条路 早上依然卖豆腐 我不也成了卖豆腐那个人 不甘平凡的姚伟 决定在他四十三岁的时候 奋力一搏 在这么冲动的情况下 就这么想去做一件事的情况下 都没有去做 可能是导致以后后悔一遍了 难道姚伟竟是因为冲动 才去创业种草莓的吗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 怎样的商机 辽宁省东港市地处 北纬39度到北纬40度之间 是世界上公认的 比较适宜种植草莓的地区 这里的草莓种植 有着近百年的历史 草莓的品质非常好 但是在2012年以前 这里的草莓却很难走出辽宁省 在2012年以前 确实是就是有大部分的老百姓 它仍然是停留在这种 一家一户的这个模式当中 所以从这个国品销售来说 销售渠道来说 肯定就比较窄了 当时几乎没有人规模化 种植草莓 姚伟觉得只要自己 把规模做起来 就能取得先机 组织大伙一起干 我把地平给带动起来 我们产业做得越大 越能吸引别人 不管是售草莓的也好 还是买草莓的也好 它愿意上你这儿过来 不像是一个 一下下那么几十斤 什么30斤20斤 他白过来买 我们这是以下三千斤 几百斤 肯定是能比他们吸引人 你觉得肯定赚钱 对啊 这肯定是赚钱的 就这么大的草莓 杠下来的时候 都是一百多 这个棚子最少能买个 十五六万 按照当时的预算吧 两年左右 本钱就能回来 全家人的房子 抵押了不到一百万 摇尾只好借钱 足足用了四个月 东拼西凑 终于凑足了三百万元 其实当时吧 就是我当时还真没想到 他就那么几个钱 当时确实 因为他账路这么大 当时我对他的了解 我以为他干嘛差不多 就差几点钱了 后期才知道 他原先起步就这么两千 那时候说 我现在就有十万 我想干个三百万的生意 你现在拿多钱多钱 那可能也会去想一想 姚伟在东港市马家电阵 流转了一百亩土地 第一期就盖了十个草莓大棚 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刚迈出第一步 他就碰了个满头包 多冷啊 这天冷了一下二十多度了 这上厕不配吧 你说以前我刚干的 就是我刚过来说 现在就令下这个天气 不知道冬的 值得的 你说现在哪有出来干活的 都在加猫冬的 现在都给热炕头上躺的呢 就是这样的环境 在当时魏瑶伟惹下了大麻烦 在东北一到冬天 就意味着到了该猫冬的季节 喝酒打牌 二人转 唠嗑瓜子两顿饭 这是人们对东北人猫冬 休闲生活的真实写照 极寒的天气 很少有人愿意外出干活 在采访期间 记者就体验了一把 再来亲一下 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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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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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 我都说冬天都是上冬了 上冬了就没有什么活 都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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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家吃肉的嘛 被杀猪吃肉了 现在 现在是 现在都是男人 就 各家都是杀猪吃肉了 就不干活了 对 一瓶 我们见了一个大白眼 其正正的黎巴圆 一间小草放大 哎哎哎 我爸爸也是没事 总想喝点酒 这经常喝什么关系 冬天一到冬天吧 天晚上太冷了 都没有 又没有什么可干的 说是都不干 多少年就习惯了吧 蜡月是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 没有足够的人手 到了采摘的时候 就很麻烦 可是 怎么才能吸引人 来地里干活呢 以前冬天 你没有活 这么多钱 你干什么 你喷也没有喷 以前时候 给家打个小麻将呢 哎 笑他笑他 姚伟觉得 村民们不干活 是因为没活干 只要和大家混熟了 信任了 招工就不是问题 于是 他开始找村民凑热闹 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是村里的小卖铺 是冬天 村里人流量最多的地方 姚伟变成了这里的常客 很快 姚伟就跟村民们打成一片 好客的东北人 在杀年猪的时候 会邀请街坊四邻 亲戚朋友 姚伟这个新邻居 也成为被邀请的对象 逐渐外来户变成了村里人 在姚伟的盛情下 温暖的草莓大棚 变成了村民聚会的新场所 姚伟趁机 邀请那些闲着的人 帮忙干活 人们发现 在这里干活 不仅温暖如春 还能在长达半年的农闲时期 多赚一份收入 慢慢的干活的人越来越多 打牌的人越来越少了 姚伟趁机成立了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很多人都加入了进来 当地人猫冬的习惯 也因为草莓发生着变化 以前呢 在家整个 去了麻将就是破牌 就外的一些 现在呢 根本一袋根本都没有 就全都在家 把这一心破袋捧两 帮老板多挣两千 然而临近春节 本应该采摘的草莓却出了意外 就是这个意外 让姚伟不仅损失了五十多万元 还成了大家的笑柄 一些村民甚至因此 退出了合作社 记者采访时 姚伟在社园的大棚 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小 就是小这次我叫你了 你告诉你树果没树好吗 你看这个果 这个果多大 你看这个 这个加些 一个能等于它好几个 你说你这样就不合适了 你知道 高年你也不听 这产量并不是个数量上出来的 一个花原来 你告诉我留两果 我就留啥果 咱那个 哎呀 私心有点作虫啊 就是说因为说 多留一个花 多留一个果 不是那产量能上来吗 就 你就舍不得摘 我就舍不得摘这个东西 当年的姚伟 根本就不知道 草莓还要输花输果 草莓使劲的长 姚伟乐呵呵的数着果 算着收成 那曾想 这个行为 为他埋下了货根 它就是小了 你看 所有这个笼里边 全都是果实 它这个果 这就是还是绿色的 我当时呢 就是已经都发红了 自以为说什么 加些今年产量 肯定能够 只要很高兴很高兴 客户一来那个 看果那时候 告诉这种果 根本就不能卖 太小了 在草莓最佳的销售季 姚伟不但没赚到钱 还赔了五十多万元 而他当时的豪言壮语 也成了一个笑话 村民们都觉得 大家还不如回去猫东 跟着摇尾 没前途 当时想是说 火上叫油 再跟你说一说 时候就可看了 我弟弟 为了这个棚 东北西跑的 比较受力 所以说信任呢 也后期也就是 也累人累人 可是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弟弟 在2013年 不但没有退缩 反而又增加了十个大棚 这可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节奏 出乎意料的是 这一次 大哥却没有反对 就我弟弟就是 见到困难以后 他还想办法 去解决他 我还想办法争取 创业 你得有时日以恒 如今姚伟 将草莓种得风生水起 这两个果多大呀 我这个大 是因为什么 我给你看一下呢 我一日上 就溜一颗 你看不看这个 这种溜的两个这样 它长就比较小了 你看看这 哦 那小好多 对啊 所有的那个大棚 每一个棚 都用红酱 然后收粉 你看 挺多呀 可以 好了 你别动了 好了呀 我一样 我一样 广大那个消费者 吃到我们这样的 好的品质 而不是说像普通那 小的满低豆湿的那种 当初栽了一个跟头 让姚伟明白了 技术的重要性 不服输的他 请教了草莓专家 在专家的帮助下 他解决了种植技术的问题 2012年 姚伟合作社的销售额 达150万元 猫冬在他这儿 变成了盲冬 有二冷 快点 立下10多多 他立下说20多了 还10多 虽然草莓的品种 和种植技术都解决了 但是姚伟发现 他种出的草莓 都比别人的大 却总是卖不上价 这让他如梗在喉 因为来收购的经销商 都是按照统货收获 姚伟的草莓自然卖不上高价 姚伟要打破这种销售模式 打造属于自己的销售渠道 姚伟发现 按照统货 无论大小 都卖给经销商 美金最高40元左右 但是经过分歧后 品项好的大草莓 在网上直接卖给客户 最贵美金可以达到120元 整整翻了几倍 而且直接面对客户 非常有利于品牌的打造 他叫任广泉 三年前 得知姚伟要在网上卖草莓 他主动联系姚伟 成为姚伟在辽宁省的 第一批网络经销商 然而第一次发货 却出了问题 那个时候 因为他给我发过那几箱 之后回去吧 感觉特别不好 刻着碰着 一箱三斤的话 能有一多半都是坏的 后来就感觉 把客户都给上了 那不行了 我得来看着他 草莓的脆弱 让姚伟吃尽了苦头 包装无法解决 快递无法运输 网上卖草莓就是笑谈 然而 就在姚伟苦思冥想的时候 十年开车的经验 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一次开车回家的过程中 姚伟经过一段颠簸的路段时 突然来了灵感 草莓业运速过程中 主要的发生的就是客棚 客棚呢 就是安全带着把我固定 那我想个办法 把那个草莓业 给固定在巷子里 那不就好了吗 在固定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就想起了 是团圈想起那个 洞港那个有海湖 摆动那个险子那时候 它是每个也真控 一包状一凑数 空气以后 固定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我就誓言 把草莓业做那个真控 这一招果然奏效 新研发的包装 将损耗降到了最低 把只能在路上 保存三四天的草莓 延长到了七八天 以前往海南发的 就十个把隔是好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看现在 现在能你看 巷子都碎了 这个豆不重要 草莓没事 谢谢 姚伟给每个草莓 都套上袋 再用真空包装 固定后 放在泡沫箱里 保证草莓不互相摩擦破损 在快递的颠簸中 也像人在车里一样稳固 咱们还没到 他们现在草莓已经吃了 已经视频已经发出去 这一天 听说记者来采访 任广泉专程带着妻子 从盘井赶了过来 这两口子 能抓住每一个宣传的机会 一条朋友圈 就引来了无数的订单 来了一批红包鱼 你看看 刷刷全是赚钱 挺好感觉挺好 一点没客没封 客户吃的都挺满意的 后来就这么一点发快递 平常在家那边直接 就是从网上一联系 我那边要多少箱 他这边就给我发快递 特别好特别好 而且特别轻松 包装问题解决了 可姚伟还是会收到客户投诉 客户手里依然会有烂果出现 这让姚伟摸不着头脑 包装没有坏 问题出现在哪儿呢 你每天都在盯着是吧 对对对 你那天看了 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己放心 但是有的时候工艺有的时候不小心了 不注意了 把哪个什么不符合标准的 就给放进去了 每次我告诉他们 我说不要往里放 不要往里放 他们的意识就是什么 可能放进去一个 可能是就多买一份钱 在当时 员工对品质没有意识 舍不得把稍微有坏点的草莓扔掉 可是草莓只要有坏的地方 就会传染 整盒都会坏掉 有一次我都是告诉 我给拿出来 告诉不能放不能放 他分给放了 我拿了三次 他放了三次 都给我欺了 损失和赔付都是小事 可是如果失去了信誉 就会失去客户 好不容易打开的渠道就会毁了 姚伟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改变这些员工的意识 那种了 你别看谁的草莓好 我得好 我得好 冬昂的山 冬昂的水 冬昂的水 冬昂的草莓就是又美 向天可厚 你猫过的 我也想塞 对对对 这种效果好 你赶紧 你好好讲了 你好好讲了 你讲了 这草莓刮刮 咱今天采访一下草莓水果 看看草莓水果 对咱的草莓有什么感想 好 来 草莓菜果 草莓太好吃了 你看 你怎么还吃上了 直直天 刮刮 在姚伟的邀请下 员工们也都喜欢上了拍小视频 你都能想到那个最好的果实去自己看 自己拍 那你不想想你别人受到 也是用跟你同样的道理吗 你拍的照片拍那个草莓啊 比较好 漂亮 等发过去了 你看这个照片 你夭杂的活 等咱把活给你发过去了 你看这个活和你的照片不符 不要人家活 难不讲歇语 歇语不行了 他也没有面子 他这活干的 就说明他干活干的不好啊 就是慢慢的去改变他这种意识 就是维护这种荣誉 盲冬是草莓的季节 2017年 姚伟合作社的销售额达到了800多万元 他带着社员们在这寒冷的冬天 燃起了一把财富之火 火光照亮了我 一笔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星 星最亮的人 你就像那一把火 我太喜欢咋了 姚伟像一把火点燃了家乡的草莓 草莓就像一把火点燃了冬天的寒冷 姚伟的故事告诉我们 看中一条路要勇往直前 成功就在不远处 好了观众朋友 姚伟的直播还在继续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您将有机会收到姚伟为您提供的礼品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十年时间 他养鱼却从不卖鱼 等待十年 只因布下一个庞大的财富棋局 未来将给他带来上亿元财富 2017年底 他的财富终于开始收获 鱼迟迟不见综艳 游客失望离去 其怕十年 到底是一名精人 还是一个笑话 致富经纪者 带您一起奔赴黑龙江 现场揭晓财富悬念